第一次是Lisa Rockstar 興奮接下獎座 南韓人氣女團BLACKPINK成員Lisa 日前出席美國樂團盛世 NTV音樂錄影帶大獎 再度拿下最佳K-POP獎項殊榮 更受邀上台演出 先穿大紅色皮衣 在台上進歌熱舞 把現場氣氛超到最高點 讓不少人大讚Lisa實在太完美了 但有網友質疑Lisa表演時 疑似假唱 有眼睛網友發現Lisa部分演出 嘴唇似乎連動都沒動 卻還是有她的聲音 質疑全是靠預錄的音檔 更紛紛留言 她是一個很棒的舞者 可是好像根本沒在唱歌 還有許多美國民眾怒吼 覺得自己被騙了 就連美國紐約郵報和公告牌 也紛紛評論 不知為何要邀請她 由於挑戰很好 但結果很失敗 不過也有Lisa的粉絲跳出來澄清 指出當天背景音樂很大聲 但還是可以聽到Lisa的歌聲和呼吸聲 而且現場唱跳 本來就不容易表示力挺Lisa到底 MISS新聞做不到